图书室 寒假结束了,重新聚集到学校的小学生们在课间休息的时候,发现了一件奇妙的事情,不禁兴奋地叫了起来。 原来,在大家上课的电车教室的对面,也就是礼堂两边的花坛旁,又添了一辆电车。 原来,这是寒假期间预备好了的做图书室用的电车,一切都已经准备停荡。 大家尊敬的校工阿良叔叔,一定费了好多力气才准备好的。 电车里装上了好多书架,摆满了各种颜色,各种字体的书,而且还摆上了桌子和椅子,可以直接在那里看书。 校长先生说,这是你们的图书室,这里摆的书谁都可以读,读哪一本都行。 不要说什么,几年级的学生该读哪些这样的话,只要喜欢,什么时间来图书室都可以。 如果有想借的书,也可以带回家读,读完之后再把书还回来。 如果你家里有什么好书,希望大家都读一读的话,老师非常欢迎你拿来给同学们看,总之,请你们多多读书。 大家七嘴八舌地对先生说,哎,今天的第一节课就上图书课吧。 是吗?校长先生看到大家兴奋的样子,高兴地笑了,说,既然大家都这么说,那就这么办吧。 于是,八学员全部的学生,一共五十人,全都挤到了一辆电车里,大家吵吵嚷嚷地各自选好了书之后,想要坐下来的时候,却发现只能坐得下一半左右的人,其余的只好站着看了。 所以,就出现了一幅大家在拥挤的电车上站着看书的情景,这幅情景乍一看很好笑,但大家都快活得不得了。 小豆豆还不认识多少字,所以,他挑了一本有很多有趣的话的书。 大家把书拿到手里,开始翻看的时候,电车里顿时静了下来,但是,只安静了片刻功夫,就听到这里那里传来朗读声,问别人不认识的字该怎么读的声音,互相换书看的声音,笑声等等,此起彼伏。 其中,有个孩子开始读一本叫做《边唱边画的书》,他大声地唱着,圆中一点,圆中一点,竖着两下,竖着两下,圆中一点,一个大圆,三个半圆,头发三根,头发三根,头发三根,一眨眼间,一个太太。 这个孩子一边大声地唱着,一边就画出了一个梳着圆圆发际的太太。 由于巴学员的孩子们,每天都是从自己喜欢的科目开始学习,他们所受的教育是,如果觉得旁边太吵闹了,我没法学习,那就很麻烦了。 要练习无论周围怎么嘈杂,都能够立刻集中精力,所以,孩子们并不怎么在意那圆中一点的声音。 虽然也有别的孩子跟着一起唱,但大家都埋头看自己的书。 小豆豆拿的那本书是民间故事,讲的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姑娘,因为很爱放屁,老是嫁不出去。 好不容易找到婆家了,姑娘实在太高兴了,竟然在婚礼的那天晚上,放了一个比平时都大的品。 睡在一旁的新郎,被这阵风吹得飞了起来,围着屋子转了七圈半,昏死过去。 有趣的话,画的是那个男人在屋子里飞来飞去的情景。 这本书以后成了大家抢着看的热门书。 总之,全校的学生忍着大家挤在一起的不舒服,在从车窗射进来的阳光中,热心地看着书。 孩子们读书的样子,在校长先生看来,一定是非常动人的。 结果,那天,大家在图书室度过了整整一天。 从那以后,每当遇到下雨天,大家不能在外面活动了,或者各种别的情况下,图书室就成了大家集中的场所。 于是有一天,校长先生说,过几天,好像该在图书室附近修一个厕所了。 这是因为,大家在图书室读书的时候,都等到憋得实在不行了,才会往厕所跑。 无论是谁,都是狼狈万分地向礼堂对面的厕所狂奔过去。 谢谢大家。